自从李昆成离世以后,林景恩有那么一段时间选择了将自己隐藏起来,甚至连媒体也没有找到他本人。 不过5月26日,林景恩突然现身王夫的个人账号,并且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。 林景恩突然在王夫的账号上面更新内容,之后甚至还将李昆成的账号头像改成了骷髅头的模样,这是为何事呢? 林景恩受了刺激,又或者是他没有得到李昆成留下来的价值超过3000多万的巨额遗产。 先来看看台媒的报道,李昆成的账号突然更新,上面显示着骷髅头的大头贴,开始大家都以为是李昆成的账号被盗了。 长达20多年的李昆成账号一直都没有换过头像,在他离世不到6个月的时间,一双林景恩做出此举动,为何呢? 仔细看,这是一个非主流的头像,很符合林景恩这一个人的风格。 也许是受到了朋友们新潮文化的刺激,也许是他想要在老公李昆成离世之后,彻底地将他从记忆之中抹去,所以他换了头像。 但是关于他为何更换头像的具体原因,具体媒体并没有联系到林景恩本人,更不知道他为何做出这一种令人不解的举动。 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他在更新了头像之后,还点赞了此前李昆成儿子李卓轩在海上海藏父亲的视频,突然更新内容,又突然更改账号头像,还点赞王夫海藏的视频。 林景恩这一反常的举动也引起了大家的各种猜测。 下面是林景恩在5月26日,更新账号头像之前的发文。 人都死了,谁在报道我的八卦,我就每天晚上去叫你起床尿尿。 也许是林景恩不想再受到媒体的打扰,又或者是他顶住的压力已经太大太大,于是他才在王夫的个人账号做出疯狂的举动。 甚至有网友怀疑,是不是在李昆成离世之后,林景恩还不能拿到三千多万的巨额遗产,所以他着急生气了。 据专业的人透露,林景恩想要出售李昆成为他留下来的黑胶唱片比较难,因为他不懂专业的渠道进行操作。 李昆成生前搜藏了超过一千多张的黑胶唱片,每张价值超过二到三万元。 他离世以后都交给了林景恩。 才26岁的姑娘,拿着超过三千多万的巨额遗产,还有李昆成的房产,未来她的生活可以说是高枕无忧了。 李昆成传出死讯,与小40岁的林景恩交往十年,儿子发文透露遗产交往细节。 台湾音乐人李昆成突然传出死讯,其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副告引发热议。 李昆成儿子九日上午发文,我们在天上的父,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,愿天上的阿爸好好看阿爸。 还没联系李昆成儿子,他保持低调不愿多说,经客气表示,不接受采访。 三年前,李昆成儿子就曾发文透露遗产细节,所有的现金资产捷径,我爸一概不会任意给我。 所有我该努力的过程,成长过程该受的罪,他一概会适时地放手。 文中表示,李昆成已在病床上隐隐一息,对儿子说很抱歉,没有遗传留给他。 儿子安慰到现在和以后都这么会赚钱的能力,应该说是创造幸福的能力,都是你给过我的。 66岁的李昆成是台湾著名音乐人,其曾为凤飞飞、罗大佑、吴宗献等人心肝宝贝、火车、真心幻觉情作曲, 曾三度提名金曲奖,因个人收藏了两万多张古董黑胶唱片,被誉为黑胶教父。 李昆成有才华也有名气,但因为恋上好友的女儿林静恩而背负骂名,正判亲离。 据悉,李昆成在2012年在青海旅游发生车祸,一度陷入昏迷。 当时小20岁的前女友随事在侧,抛下一切照顾她,结果等她康复以后便移情别恋。 李昆成的现任女友是小40岁的林静恩,两个人交往时,林静恩只有17岁。 还是高中生,二人的恋情不被父母认可。 女方父亲一度地报警控告李昆成,继而断绝妇女关系。 两个人的恋情从2012年发展至今已经超过10年,多次传出分手。 没想到,等来的却是李昆成的此讯。 李昆成与前妻育有子女,她曾表示,渴望和林静恩生育子女。 此前声称等林静恩满20周岁就结婚,不过二人仅仅保持同居伴侣的关系,并未领取一纸婚书。 值得一提的是,李昆成去年就被传出病重,她当时发生辟谣,还表示要保持身体健康,才能和静恩相处久一点。 此次传出死讯,好友受访称不知情,她也和她多年没有联系,不知道对方的状况。 目前,李昆成的社交平台停用了一年,上一次发文是在22年的3月7日。 她的死讯由儿子公开,妻子曾透露过,自己没有拿到一分钱的遗产,父子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。 李昆成离世三天后,林静恩开启环岛旅行,自暴爱上大40岁的男人原因。 最近,李昆成、林静恩这对相差40岁的伴侣又频频地引发热议。 林静恩在丈夫李昆成去世三天以后,她宣布11日离开台北开启旅行,带着李昆成的心一起感受这个世界。 她还称,在离开前见了几个知心的朋友,而且她还意外地po出了自己爱上李昆成的根本原因,说李昆成弥补了她小时候没有家庭的感觉,用十年的时间给了她人生全部的滋长,让她的生活有了色彩。 从来不后悔,爱上这个大了40岁的男人。 林静恩父母在她三岁时离异,她先跟母亲生活,母亲再婚以后,被接到父亲家里。 与姐姐待遇天差地别,家里人都围绕着姐姐转,父亲忙于事业,也对其疏于照顾。 偶尔还会打她,她便离家出走去找母亲。 母亲有其他孩子后也无暇顾及,被父亲知道以后,禁止她去找母亲,从而让她情绪变得抑郁。 父亲见她唯独对音乐感兴趣,便找好友李昆成教授音乐,没想到引狼入室。 当父亲发现时,已为时已晚,便用法律手段也没能阻止女儿与李昆成断开联系。 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难免自卑,就连李昆成一开始也把目光放在开朗的姐姐身上。 林静恩父亲曾经控告李昆成妨害家庭和幼罪,抱她一开始先追的姐姐。 娇临静恩乐理之后选拟目标,从师生到朋友,再到恋人。 未成年遇上有乐理,且有一定成就的音乐人,毫不意外地被俘获。 因此她爱上的是全心全意,眼中只有她的李昆成。 世界围绕着她一个人转,十年皆如此。 李昆成曾说过,自己的财产累加起来大约有五千多万台币,换算成人民币有一千多万。 去世以后,李昆成儿子表示,父亲没有给她留下任何的遗产,那么她的遗产可能都由妻子林静恩继承。 对于遗产问题,林静恩多次强调自己不看重钱,这些数字就是李昆成陪伴她的时间。 根据她的环岛旅行计划,无收入的她大概率会用遗产支付旅行花费。 未经他人苦,莫劝他人善。 这话放在李昆成与林静恩的感情中,也完全成立。 未来希望林静恩能够在旅途中见识到更多的风景和人,寻找新的生活吧。